明天就是完善 路上有賣酒的廟室 都有掛這個課堂 想不到當地是風聲頭 將課堂上面的電線把它吹回去 結果這電線 掛在半天上 實在是很危險 掛到電線 派過來又收過去 長長的電線 加上大風 很危險 掛到電線後 如果叫電線收在米內 是阿嬤睡就不得了 騎去車經過 怕叫高調是電到 這味道閃 大家都很恐怖 不過這幾天就是很好玩 走過去掛電線 看到真正正行 在廟室伯父的媽媽趕快衝出來 讓小朋友扣開 怕經過的人 有什麼萬一 整個都用電線 附在條 要不然你這樣子危險啊 很危險喔 對啊 過車的話不行啦 這些課堂是因為他們接臺灣 電會六港大大小小的市廟 都看到課堂環境關銷 效果六港庫海風很大 電線不夠穩 風吹過了 就會回去 落下來 萬一會收到人 很可能就會受傷了 記者中下報道